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QT充电站 动力永不断 今天你充电了吗 弟兄姐妹们 再过两天就到了十月份了 十月份开始我们要一起来QT一卷书卷 就是旧约的和西亚书 和西亚书是十二卷小先知书的第一卷 记载了北国以色列即将亡国前的二十年 神透过先知和西亚写给北国以色列百姓的话 如果你之前有好QT过《列王记》 你就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 当然如果你之前没有读过《列王记》不要紧 回去去读《列王记》下的十四到十七章 这是和西亚书的背景 和西亚书是一种很特别的书卷 因为在这种书卷里面 神要先知和西亚去取一个 明明知道会背叛自己的淫妇割灭为妻 我想没有弟兄没有男人 会希望娶一个淫妇为妻对不对 但是神却让和西亚去取一个 明明知道会背叛自己的淫妇为妻 结果婚后哥面为和西亚生了三个孩子 但是其中有两个孩子应该不是和西亚的 是哥面和他的情人所生的 不但如此 后来哥面还离开了和西亚 跟着他的情人跑了 但是他被他的情人抛弃 结果穷困潦倒 甚至沦为了妓女 我想很多人都读到这个地方 会觉得大快人心觉得活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上帝要和西亚做了一件事情 做什么呢 上帝要和西亚用钱重新去把哥面赎回来 重新娶她成为自己的自妻子 重新去爱她 为什么神要和西亚做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神是透过和西亚和哥面的爱情故事 来比喻自己跟以色列人之间的那个关系 神透过和西亚跟哥面的爱情故事 来提醒即将灭亡的以色列 北国以色列 告诉他们说 其实你们就像这个淫妇哥面一样 一再地对我不忠 一再地背叛我 神也告诉以色列百姓说 虽然你们一再地背叛我 但是我仍然爱你们 神也呼吁他们说 你们赶快悔改 免得审判临到你们 所以和西亚书一共有十四章 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一到三章 再讲先知和西亚与淫妇戈灭的婚姻故事 而第二部分四到十四章 再讲神与以色列百姓的故事 但是这两部分的内容是可以一一对应的 比如说第一章 讲到哥面的不忠对和西亚的不忠 而第四章到第七章 对应的是在讲以色列百姓犯罪 以色列百姓对神的不忠 第二章讲到哥面离开和西亚以后 怎样的穷困难道 而第八章到第四章 对应的在讲 如果以色列百姓失去了神的同在 失去了神的祝福 遭受神的审判的时候 他们会何等痛苦和潦倒 而第三章在讲和西亚再一次的赎回戈灭 取戈灭为妻 而第十一章到第四四章 对应的在讲 神说我也要再恢复你们 我仍然爱你们 我要仍然恢复你们成为我的儿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和西亚书是一卷情感非常丰富的一卷书 他在讲到 他好像上帝好像一个失恋的一个男朋友 或者是一个被妻子背叛的一个丈夫 在反复的诉说自己的心情 在反复的诉说 妻子怎么样子背叛自己 反复的诉说自己对妻子的爱 也反复的呼唤妻子可以回来 所以读和下作有个很重要的秘学 你不能单单用头脑用理性来读 更重要的是 你要用心去体会 去体会神的心 去体会神的里面那个心里的忧伤难过 去体会神对他百姓不离不弃的爱 所以未来的17天 我们一共读和西亚书会读17天 两周半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好好地来QT和西亚 去感受神的心 去体会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那份无条件 永不放弃的爱 更是让这份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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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